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今天10月7日星期一,欢迎收睇明报530新闻 昨天下周,一辆客火车在温哥华市政厅外着火,严重焚围,警方起诉一名78岁的男子。 据温市警公布,温消防救援迅速将火警撲灭, 但车内仍然有大约100升未燃烧的汽油存放在油桶内。 警方一度将西12街的甘比街至浴空街一段封锁。 有目击者称,事发在约下午5点半,他突然见到很大的浓烟, 有燃料在这辆客火车流出来,然后着火。 而在旁边的行人道上,可以见到有人跪了。 温消防救援在约5分钟后就到场。 涉嫌放火者在现场被拘捕, 目击者称该疑犯在被捕时似乎很冷静, 被锁上手购时没有反抗。 温市警今日指已起诉一名78岁的男子, 包括纵火、持有爆炸物、持有燃烧武器和行为不检等罪名。 警方说这个案件是个别事件,事件中没有人受伤。 警方表示未清楚他中火的动机。 最近有没有发觉在嘈杂环境,较难听到别人说话, 或者经常要别人重复,甚至有耳鸣的情况? 如果有,快找永明听力的专家,邝永明小姐吧! 她有多年助听器厌配和舒缓耳鸣经验, 创新隐形AI智能助听器, 有超强减雜音功能, 在嘈杂环境都可以清晰听到别人说话, 延正推出双重大优惠, 立即致电预约听力测试吧! 本拿比MetroTown Mitsubishi 是加拿大最佳Outlander PHEV 销售商, 过源最多,价格实惠, Outlander PHEV 插电式油电混合多功能车, 政府及厂方优惠高达8000元, 商摩达全轮驱动, 还有10 年Warranty和浩华设备, 具备Bose 品牌高级音響和前排按摩座椅。 本拿比MetroTown Mitsubishi 提供多种语言服务, 是Google评级排名第一的本拿比Mitsubishi 销售商。 今天是哈马斯襲击以色列事件一周年, 大温哥华犹太社区将于今晚举行纪念活动, 向受襲击的受害者致敬。 大温犹太联盟在网站上指, 活动将采取加强的安全措施, 包括登记、检查身份证明文件, 并禁止攜带背包、袋和手提包。 活动期间如有扰乱行为将由活动组织者、 安全人员和执法机构立即距离。 此外,若评估有潜在安全风险, 可能会拒绝入场。 活动计划在晚上7点至9点举行, 但地点并未公开。 温哥华警察局长柏伊密在周五一个记者会上指, 会在各个礼拜场所、社区中心和聚集场所加强警力, 并指温市警的移动指挥中心已住宅在 橡树街甲西41街的犹太社区中心外, 及已将一个公共安全拖车停放在温哥华一座犹太教堂外。 该拖车配备了24小时不间断录影的360度摄录机, 主要是威胁犯罪, 但如果发生犯罪, 这些录像可以作为证据。 北美自留治疗中心采用中西医结合疗法, 治疗过期肛门直肠疾病, 包括痔瘡、外痣、混合痣、 肛瘤、肛烈、肛烈、肛周隆重等。 创始人陈国义院长的国义肛场疗法, 运用微创配合温和中药达到标本兼指, 彻底跟随病患, 不会产生任何后悔症。 更多咨询请打电话604-559-6177。 当你觉得听力越来越差, 和人沟通有困难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一对配得好的坐听器 可以帮助你重拾与人沟通的乐趣? 来Lansan Center的卓能听力中心 找经验丰富的李智莲博士聊聊。 它不单提供全面、专业听力服务, 更可以为你配合一对合适的坐听器。 现在的坐听器优惠高达7折, 还有机会拿一个高清电视盒。 优惠期有限, 快点打个电话给卓能听力中心预约。 加拿大连锁服装集团Lululemon创办人 威尔森经常发表争议言论。 上周在临近省选之際, 在他位于温哥华市灰角路的豪宅外面, 就树立了一个大型政治标语, 直指新民主党是共产主义。 不过在上周四, 有传媒向威尔森的代表查询, 他就未回应这块政治标语 是否是他本人树立的。 而在昨天就有人发现, 该块大型政治标语牌, 以及它的豪宅外面都被喷上涂鸭。 写上自私几亿万富翁, 以及一些粗口。 温市警确认正在调查涂鸭事件, 但尚未提供进一步细节。 在新民主党政府执政期间, 省府针对估值超过300万元的房屋, 以及收入排名前2%的高收入者, 增加税收。 新民主党党令邑大卫回应时指, 该党将这些得来的税收, 用于为那些生活困难的人提供支持。 并指,当你富有到, 能够让Red Hot Chili Peppers乐队为你慶生时, 很可能会失去某些思考问题的角度。 并指,尊重他成立公司的能力, 但不后悔对他价值8千万的豪宅加收征税。 协助他人自杀, 应不应该列为谋杀罪, 要交给加拿大最高法院去决定。 面对14项一级谋杀罪名的密使华裔男子罗先生, 已经向加拿大最高法院提出澄清, 只称自己不应该被控一级谋杀罪名。 由于涉嫌在网上出售亚蕭宣纳, 导致14人自杀死亡, 譬如警方已经向他提出14项谋杀罪, 代表被告的三名律师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情请, 指出协助他人自杀, 不是谋杀。 三人提出上诉情请书指出, 罗先生并未在任何一宗死亡事件中出现, 他亦没有被指控欺骗受害者, 被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结束自己的生命。 由机有毒物质的人士不应该被视为之后, 这些人士自愿去自杀后负上责任, 这样扭曲了刑法。 最高法院不会涉及受害者家属提出的民事诉讼案, 而是要回应由檢控官对安省上诉法院的一项裁决提出的上诉。 这项裁决认为, 要令潜在致命行为成为谋杀, 就必须克服受害者的自愿意志。 法官就这宗案件颁布了传媒禁制令。 检控官指出, 这次情请被最高法院诠释有关协助他人自杀和杀人两者之间的分别。 在检控官的情请中指出, 都释用了罗先生在网上销售的物质或者使用他的设备, 并且知道他的产品被人用来自杀。 波伦多刑事辩护律师格兰特就说, 罗先生是不是涉及谋杀, 很大程度取决在最高法院是不是批准罗的上诉, 或者就上诉作出终极裁决。 他说就上诉法院目前的案件而协助他人自杀, 定为谋杀的罪成机会很低, 而罗的案件可能无法通过谋杀的定罪定义。 加勒特说, 协助他人自杀不能被视作谋杀罪, 但是协助他人自杀的过程中, 若涉及到更积极的角色, 这样协助他人自杀也可以是谋杀。 温哥华明天10月8日, 星期二的天气预告, 日间有骤雨, 气温最高17度, 晚间有雨, 气温最低10度。 如果想在星期一至五, 准时收睇我们530新闻, 请订阅明炮DailyRancouver的YouTube Channel, 请订阅点赞, 请订阅点赞和订阅点赞。 但是因为检控官和辩护律师达成了协议, 只要被告不再犯事, 他就连案底也不会有, 而且第二年的年初, 可以搬回去受害人隔离署。 对于这件事, 那个小女儿和她家人当然是非常不满, 认为司法系统令到他们失望。 小女儿的妈妈说, 警方曾经就这件事进行调查, 警员亦都向她的女儿和相关人士问话, 而且采集了指问, 又拍了枪沙网上的割痕。 当日, 这个男子即时被控性侵犯和非法闯入罪。 但在2024年2月, 检控官和辩方律师达成了协议, 被告只要承认较轻的非法进入住宅罪名, 他就会获得有条件释放。 缓刑一年期间, 他不得靠近这个女儿, 但刑满之后, 他可以搬回女儿的隔离去住。 如果他到2027年2月之前, 没有再犯法, 他更加不会留有案底。 听到这样, 这个女儿极度恐惧。 没有办法之下, 为了自己搬去跟亲戚同住, 而且把自己睡房的枪钉死了, 因为他又怕有人爬进来。 这个女儿的妈妈说, 他们曾准备好在这个男子判刑的时候, 在法庭上宣读受害者影响陈述。 但他们被告之错误的开庭日期, 男子认罪和判刑已成定局之后, 他们根本就没有机会对事件作出陈述。 按省司法厅没有回应有关案件的问题, 包括检察官为何会和被告达成认罪协议。 司法厅只是表示, 检察官是会考虑个案的具体事实和情况, 包括现有证据的强度和起诉之后可能得出的结果。 约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柏奇科说, 认罪协议是为了提高司法效率, 而检察官在处理认罪协议时, 是拥有巨大的自由度来权衡什么叫符合公众利益, 以及就某一项的指控是否有合理的定罪机会。 在自己家的范围内是不是做什么都可以? 其他地方就可能是, 但安省甚至在加拿大很多地方就不是, 例如你在大厦的露台晒棉胎就不可以。 住在于人村Main Street的罗斯, 想在自己的后院建个冰球场给两个儿子, 打了几年官司都不可以。 他说,我只是想师傅告诉我, 为什么我不能在自己家的后院建冰场? 4年前,因为新冠疫情封城, 罗斯在家的大后院建了个流冰场给两个儿子玩。 但邻居反对, 搞到他和法院之间长达数年的抗争, 到现在都没搞定。 疫情期间, 很多人都这样做, 不过罗斯的后院就很大, 而他的流冰场也不是临时的, 它有制冷系统, 可以保持较长时间的低温。 罗斯建这个流冰场, 不单将后院的树木都移除了, 还在地上加了一层混凝土垫底。 不过, 所有这些事事先都并未得到师傅的批准。 更复杂的是, 罗斯的家是位于于人村的历史中心区, 居住在这里的居民需要专守某些标准, 以保持历史氛围。 而罗斯和家人所住的屋, 是建于1859年, 所以任何大改动, 屋主都要受到遗产保护协议的约束。 终于件事搞到市府插手调查, 市府说, 罗斯斩树而要对他罚款, 罗斯就给了罚款。 但是, 市府又说, 他的兵场建设是改变了土地的地形, 而他需要申请一个遗产许可证, 并获得批准才可以这样做。 但是, 市议会就拒绝了他的申请。 罗斯採事府都傻, 他继续做。 市府于是就采取法律行动。 2022年12月6日, 安省高等法院法官裁定罗斯在建造兵场的时候, 未专程正确的步骤。 法庭作出裁决后, 市府今年5月开始向罗斯发出通知, 将在今年10月28日开始, 拆除后院的楼兵场。 但罗斯未放弃, 仍然继续抗争。 他已经重申了许可证, 希望市府能重新考虑。 多伦多市北约克, 银甲M Plus Avenue的赖市民广场附近, 在今早10点44分, 因路火而引发枪击案。 两部车互相追逐, 导致其中一部车失控翻转, 四轮朝天, 一男一女重伤送远。 多伦多市, 现在枪枝氾滥的程度, 持续美国。 在马路上开开车, 一个不喜欢, 就随时拿枪枪出来吹你。 真是突然惊。 港籍独察马斯洛夫斯基表示, 在翻车事故发生前, 一部黑色Dodge Ram 先在Villodale Avenue 及Kilmer Avenue附近, 同一部Kia Sportage 发生最美事故。 Dodge Ram于是一直跟踪这部Kia, 去到Villodale Avenue 及Bishop Avenue的十字路口。 当时, Dodge Ram里面的一个乘客 向Kia车开枪, 而Kia车上载着的一男一女 就沿着坑街南普, 两部车互相追逐, 最后Kia车和另一部泥头车相助。 此时, Dodge Ram仍然窮追不舍, 再次向Kia车开枪, 才逃离现场。 目前, 警方还未清楚 第一图在两个现场 一共开了多少枪。 事件中, 一男一女受伤, 伤势严重, 但没有生命危险, 而他们并不是中枪受伤。 马斯洛夫斯基就指, 这连串事件非常罕见和令人发指。 警方现在呼吁, 如果公众看到一部车头严重损毁, 而且车枪破烂的黑色Dodge Ram, 就要立刻联络警方。 至于当时Dodge Ram里面有多少人, 警方表示暂时不清楚。 案发最初, 警方曾经表示, 事件和路火行为有关。 但马斯洛夫斯基就表示, 现在调查才刚刚开始, 暂时没有办法确认这个细节。 鹿尘男子2020年2月在Facebook发帖称, 真是认真想一下, 如何杀死林郑? 裁定, 煽获他人有意图而导致 有人身体受严重伤害罪成, 今天在区域法院判囚16个月。 法官问, 被告留言称, 籌款卖售枪, 有否想到屠龙小队能成功运真枪到港? 批评被告大放缺词, 煽动效果不言易遇。 辩方求情指, 被告潘德树, 早年和艺术家林奕华等, 創立剧团《尽念二十面体》 然而退休。 法官提及, 被告拥有德树的好名字, 从贴文看不见得, 亦看不见树, 只见他语气低俗同有怨气。 法官采纳18个月为量刑起点, 考虑被告同意控方案情和健康情况, 却情减刑2个月, 判囚16个月。 法官判刑时指, 被告铁文针对的不是特定群体, 而是本港公权力的代表人物, 即是时任特区首长林郑月娥。 对于有人留言, 怒塌他等, 法官称, 铁文引起被告朋友的兴致, 他们各有想法同样想加害特首。 法官称, 从求情信, 不难看见被告本性善良, 但人性会因为政治氛围改变。 法庭上, 见过不少八字一般的青少年, 受政治推手或域外政治团体善获, 而对抗政府。 他们曾视父母眼中的乖乖子女, 甚至担任消防员和医生等职业。 法官形容本港2019年, 经历血迹斑斑的惨痛历史, 包括七一立会事件, 中大和理大冲突, 以及近期审理的屠龙小队案。 电影《九龙城寨之围城》 1比1美术场景, 由今日亦即是7日, 至11月20日, 在机场接机大堂展出。 特首李家超于启动礼, 致辞时表示, 希望透过电影的影响力, 推动电影文化和旅游融合, 发展电影旅游产业。 政府会继续透过各套港产片, 开发以电影为主题的旅游项目, 吸引更多游客, 同时推广香港电影文化。 展区展出两层高的债城旧楼, 楼顶自有九龙城寨的灯牌, 并重现六个电影主题场景, 包括电影中, 主角食叉烧饭的茶当, 理发店, 士多后巷和国楼等。 展览会分两阶段进行, 首阶段宴于机场举行, 直到12月将移私道位于 旧启德机场的Airside商场。 李家超指, 为推动《无处不旅游》, 会按旅客的口味开展更多的旅游产品, 希望能够结合旅游业和电影业, 举例指, 会善用九龙城寨之围城的叫做力, 加强现时九龙寨城公园, 道想团中的历史介绍, 并联系电影的故事, 同时会加强旅游从业园的培训, 增强他们对九龙寨城历史和景点的认识。